看这风景多好 在外面做梦都会回到家乡 你看我妹打扮得跟富婆一样 那么大的金镯子带着 今天要回我真正的老家了 带大家一进到底 看一下江西的农村 哇 黄牛啊 这是黄牛 是吧 是黄牛啊 哇 好漂亮 家里的空气都是香的 甜的 这是一条村道 就是我妹妹婆家的那个村 然后前面一点点弯过去 就是我们村了 我的朋友 你别再多伤害 昨天你已经过去 所有的烧气都能够一致 你又想起面前的前途 没可能给你看 你看 这个就是我的村 村的名字 看见没 周房村 周房 哈哈哈哈 自己村名字都不知道 周房 现在就已经到底 带你们看一下我们村是怎么样的 看见没有 好像马路边都是新房子啊 因为大家都想方便 盖新房子都盖在马路边 然后村里面都是以前的老房子 也没能住 这个是真正的 其实你总是要去 这些是真正的 那很像人 这个是真正的 看到大家要去 这种真正的 做得确定 能够切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看 戴了帽子还要打雨伞 这是雨伞 太阳伞 你看这种怎么走 不闷得 这好像小时候可以吃的吧 哪里这个不是 这 نہیں不可以吃吗 很漂亮 不是这样的 那又不是這個 看一下我們家就在最前面 前面不但都是田 現在都沒能種地了 都荒掉了 種的很少 這個最前面 這個是我三叔家 這個是我二叔家 但是家裡都沒人了 都掙錢去了 就是生我養我的地方 這個我們以前 我們家的老房子 然後拆掉了 這是重新建起來的 以前的老房子 就像旁邊 我那個二叔家的老房子 是一樣的 兩個都被拆掉了 看一下 這是我叔叔的舊房子 我以前就是在 這樣的房子裡面長大的 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們家就是旁邊這個 現在是拆掉了 還看得到有痕跡的 這邊拆掉的就是我們家 然後拆掉了之後 就建成這個了 以前的房子 它也是兩層 然後中間的層是用木板格起來的 上面就放點雜物 住人還是住在下面的 金磚紅瓦 然後我叔這老房子 它沒拆 它就改到前面 前面再重新建了 也是三層 今天可以拿著擦搜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可以拿著擦搜飯 看一下呗 然后就回去了 这没人 这谁的 这张工人在这做饭了 回去了 这是我们家后门 这个后门邻居估计十多年没在家住了 他一边慌了 家里空气真的好 等再过几年孩子不用我管了 我就回乡下 我吃好凉快 比城里吹空调还舒服 两边都空了 我胆小 我这上面也是生菜的吧 看一下这个我们村里 其实房子盖的都不错 就是没有规划好 有点杂乱无章 你看看前面风景好不好 前面被我书家房子挡掉了 前面都是稻田 然后 到了秋天 稻田的成熟都是黄邓邓的一片 然后春天就是有炸油菜花 前面整个一大片全都是油菜花 特别的美 稻田的另一边就是另外一个层庄了 旁边就是我堂哥他们家的房子 拉得很长 跟学校一样 他们是两兄弟拼着一块的 然后后面也是他们 他们家是三兄弟 前面两栋后面一栋 然后我旁边的这一栋 跟我们家是三兄弟的 他们家也都没有人在家 都是在外面 建个房子就是逢年过节 回来住一下 或者兔母年纪大了 回来养老 然后我们这边也还在装修外墙 外墙装好了在装里面 这就是我家前面门口的 前面都是稻田 这小香瓜 这种瓜平常小时候在田里 拉得死 当然里面有纸都会长出瓜 那不是这个瓜好不好 就这种哎 不是不是这个品种的 你看还好几个 这个是我们家邻居的 哇这一堆有四个 那个没熟 这块地 这块地是我们家的 我从小就在这种地 这个是种棉花的 要拔草 要打药 要摘棉花 就跟那个啥 新椒棉花那种 然后现在是给别人种了 种的是什么 种的是红薯 还有玉米 也荒了一部分 我们家那边还有一大块地 现在能种地都是打发时间应付的 没有以前那么种的那么好 都慌掉了 在前面就是我们家的村 大美 小仙女 把你拍了 这个是我们村里的 庙 这块地以前是我们家的菜地 然后捐给村里 这块地 看我们村后的风景 看我们村后的风景 看我们村后的风景多好 今天只在公里当那边的 这个碗 顿子 小的色感觉后面的 山都很高了 我们从上面滑滑滑滑滑滑滑下来 现在感觉山都平了 地也高了 然后这个 这个是条小河 能看得见吗 是小河 然后 小时候水很深了 小时候我们都是在游泳 水也很轻 没那么粉 很干净的 青色的很多鱼 但现在就变成小水沟了 鱼也没了 水也浅了 看这风景多好呀 在外面做梦都会回到家乡 太美了